我們在9點26分 在我們161kV的高壓變電站裡面的一個巴士抵壓器的故障跳出 那麼我們同時的緊急發電機就隨時啟動 影響範圍包括了第一出境大廳 第二航廈的大廳 那在10點08分 在9點45分 我們緊急應變小組就成立的桃園機公司 所有的主要幹部都告 那9點48分通報了交通部 讓我們的長官也知道目前發生狀況 在10點鐘我們就開了在這個南蔻上面 4110的會議室 開了緊急應變的會議 那麼再下來我們在10點8分的時候 P2的故障就排除了 那麼陸續通知相關的單位付電 我們希望在11點以前完全全部付電 那麼在過去 我們在10點10分的時候有控制了塔台 因為跳電協助它如量的管制 那空橋的部分是因為我們的電田以後空橋沒有辦法移動 所以有些部分是用這個巴蛇去接 那麼讓我們的旅客受到最小的困擾 那另外也有兩個電梯 那麼T1、T2有受困 你現在都已經做出來了 現在都沒有問題 那麼目前其他的T2這些部分也都在恢復當中 所有的出入境也都正常運作 那麼還好這時間不是很長 讓我們旅客在一個雖然燈光比較暗一點 不過出入境的狀況就很正常進行 那麼以上更大要放到 航班也沒有受到影響 對 我看那個航警局那邊海關也都清電 這次是大規模嗎 這邊主要是我們桃園機場 有個161的T1變電賽 那麼原來以前跳過一次的時候 已經把舊的也換掉 但是另外一部分都要換的 不過現在目前那個招標比較慢了 所以那個部分在招標結束以後就應該沒有問題 說是變電箱爆炸是嗎 也不是爆炸 它有比壓器它壞掉 所以因為連久失去以後 本來它有兩部分 一部分是穿車跳電的時候已經輸了 那第二部分呢現在還沒輸 所以在我們招標之後就會吸完